我是一个大外王 身高1米7 体重94斤的大外王 拿起考栓就往嘴里送 这样的吃货形象 跟她可爱鲜血的外形 形成强烈反差 也让她以大卫mini的称号 迅速走红网路 当了大外王之后 我妈也觉得吃这么多 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压力 然后也带我去医院检查过身体 就是身体上都没什么问题 都是一切正常的 我最喜欢吃烤鲜羊了 所以烤鲜羊吃的还比较多 35斤烤鲜羊嘛 吃完之后我没啥感觉 然后吃完之后 我又吃了一大盆面 着到哪吃到哪 然而像她这样 靠吃拔钢酒的直播主 还真不少 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牛手我是觉得 一定不要烫酒 这样烫两下就可以了 在微博小勇高人亲的 大外王朵伊 同样也有着甜美的外形 不难发现这些吃货主播 虽然很能吃 但热量似乎都没在 他们身上留下痕迹 正因如此 在张嘴大口吃的同时 他们也靠着 能吃旧事福的形象 带给看官们满足感 也替自己荷包赚满满 来 上实验 我们用海绵来模拟 我们口中的牙齦中环境 吃火锅吃到卖起牙膏 从南韩兴起的吃播热 吹到大陆后 开始出现各种冠名广告 也出现像是啃章鱼 吃鱼不吐鱼刺的各种直播主 如此拼 因为只要播出名 收入可适 相当可观 蒜香 酱香 而且肉 软而不辣 他 蜜子君被网友供认 是大陆吃货直播主的第一人 乖传他一场直播 身价达六位数 业练人士更透露 一场直播 若是能吃下 五十人分量的食物 赚进一百五十万台币 不成问题 不过可别以为 钱那么好赚 那骨头部分呢 有一些筋吃起来就会比较有韧性 有嚼劲一点 这是千个肠肉 只是千肠 哇肚 听出来了吗 这些吃货主播在直播时 声音都经过特别的处理 外传正是因为每回直播完都得催吐 保持身材 长期下来 嗓子也受损 毕竟要有意味肠炎的胃和消化系统 几率实在很低 当然拍摄技巧也藏有玄机 录制画面时 这些食物往往都离镜头特别近 这也造就一种食物大 人视觉小的误差 或是透过广角镜头来制造视觉效果 之后直播风潮从南韩吹向世界各地 但目前南韩政府却觉得人民太胖 开始禁止这样的直播 判能降低北胖人口 比起南韩的禁令 当日吃播热仍持续延伤 这影片与李懿德综合报道